下面我们来学练第三组动作 简化它就算第三组 包括两个动作 左蓝雀尾 右蓝雀尾 先请大家看一下 这两个动作的连贯演练 这两个动作 左蓝雀尾 一转腰分手 二抱手收脚 如果支撑有困难的话 可以脚尖点地 三转腰向前上步 脚跟先落地 四公步捧手 五转腰摆臂 两手送到前边去 翻转手心相对 六坐腿转腰后捋 两手摆到身体的侧后方 七转身 八手 仍然转向正前方 右手手 右手手心贴在左手 万关节的内侧 八公步前脊 两手两臂烹圆 九坐腿 十公步前脊 十公步前脊 两手平行 腕关节与肩同高 右蓝雀尾 一 转身 扣脚 分手 二 坐腿 抱球 收脚 三 转身上步 四 肯部捧手 五 转腰摆臂 两手送到前方 翻转相对 六 坐腿 转腰 向下向后捋 七 转腰 两手合在胸前 正向前方 八 肱部前脊 九 分手 坐腿 后引手 也叫做后捧 十 公布 向前推按 好 蓝雀尾是各式太奇拳中都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动作 大多呢 放在启示后的第一动作 他的动作很长 手法呢 又很复杂 实际上他是包括了三个小的动作 正因为如此 简化太奇拳才把他从传统的第一个动作挪到了第三组 而且为了强化这个动作 在传统的右蓝雀尾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左侧的左蓝雀尾 那么这个动作都包括了一些什么样的手法变化呢 首先是抱和分 这个动作很像第一组的野马分钟 但是他表现的意义 攻防意义 跟野马分钟是截然不同的 野马分钟是分靠 这个地方的抱分叫做棚手 什么意思呢 棚是充满 是膨胀 是棚架 放在这里 就是把你的手臂好像一个盾牌 放在你的身前来保护自己 来承接对方 所以呢 他的分 向前 手心向内 利点呢 在小臂的外侧 像围墙一样 把自己保护起来 承架着对方 第二个手法呢 把手摆到前边去 把它给拉回来 两个手由前向后 向下向后摆动 意思 把它给拉回来 但是太极拳不叫做拉 叫做铝 铝 铝胡子的铝 顺势轻轻的把它给牵引过来 而不是伸拉 而不是伸拉硬拽 所以 第二个手法 是铝 铝到后边以后 第三个动作呢 两手合在身前 把对方 把对方给挤压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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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两个臂由屈而伸 当然还是弧形盆满 力点 力点 也在前臂的外侧 挤压 第四个动作 再回收回来 再推出去 双手 齐发 在太极拳里头 叫做向前按 那么跟第二组的推 有什么不一样呢 推挡一定是从后边卷弓 向前推 按由前引进 使对方落空 化而后发 再推 这种弧形的 先画后发的转换 这种推 我们叫做向前推按 所以你看 蓝雀尾这个动作 包翻了 藤驴几按 四种手法 所以呢 动作 它是比较丰富 或者是比较复杂的 右蓝雀尾跟左蓝雀尾一样 转身 右攻步棚 向后履 八手 向前挤 引回来 向前按 这些个手法都充分体现了太极拳 引进落空 借力使力 以柔克刚的这样一个特点 比如说 把他给捋回来 当对方向后挣扎的时候 马上贴近他 啪 再把他给挤出去 对方又反攻 收回来 再也挥出去 完全要随取救身的来进行攻防 在动作当中 请大家注意 太极拳的一个要领 叫做分清虚实 随着你的手法 的变化 你的重心 不停的 在两条腿之间移动 曲 蹲 蹲 伸 两条腿 在 曲 伸 不停的变化 要配合你的手法 比如说 向后离的时候 重心后坐 向前挤的时候 重心前移 向后引手的时候 重心后坐 向前推的时候 重心前移 这样 分清虚实 用你的腿和腰 配合表现你的攻防手法 同时在保锻炼价值上 也会呢 加大了装部和腿的 力量的训练 有些初学太极拳的朋友 常常 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了手上 忽略了腿的虚实变换 一会形成了站立式打拳 站立式的棚 站立式的驴 站着前伏脊 后仰 前伏 两条腿 缺乏屈伸的虚实转换 因而动作很不协调 动作隔练 所以请你一定要注意 下肢 腰和手的配合 要做到虚实清楚 下面呢 再看我把这两个动作 再给大家演练一下 倒颈弓 左拦去尾 转身 抱手收脚 如果可能的话 当然最后把脚提起来 两个手呢 抱成一个球形 抽脚 捧手 手心向内 旁边的手按在体侧 摆出摆到前边 驴向侧后方 把手向前挤出去 分开 引回来 再从 胸前再推出去 腕与肩同高 指尖向上 骨指自然分开 右蓝却尾 向右转 重心移到右侧 左脚圈内扣 再抱手 提脚 转身上步 右捧手 白手 后驴 大手 前脊 烹圆 后手的指 贴近前手的腕 引手也叫后捧 突然 突然 山间里屌 突然 突然 中转身上有助 中转身上 一条 反 are 这些人